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大人 你怎么可以 何事 回禀至尊 惊许去下走看错了 实在是不敢其口 故不敢乱言呢 你可看见发生了何事 回禀之尊 小奴 好像看到楚大人 奴子了 你说什么 杨玄宝何有此事 瞎走 确实是看见了 想来楚大人一时心急 并非是他死人 胡说八道 这明明是你刚才所为 你怎么能喊水喷人 来人 楚大人 对比极局 看看是否有益 是 之泽 借入杨大人算 混账 简直是胡道 楚英 朕方才已经严密 今日只为切磋尽性 不为赎赢啊 你怎敢做如此 百姓扫德之事 再敢令齐品蒙臣 朕 绝不轻饶 至尊明鉴 楚英 楚大人 至尊宽幼 你虽求胜心切 可千万莫乱了 博弈的规矩啊 你身体不轻 你身体不轻 快干了 能不干了 然后你就撤了 什么 就此人 你身体不轻 相当 要是 至于 新世子 河在有下 你身体不轻 谢执尊恩典 执尊 一棋又三 他只 赢了臣一绝 可杨爱卿他齐品端正 不像你这般鸡鸣狗大 念你往日长伴朕一己 免你一死 执尊容命 明明日 时空 起驾 来到公送执尊 这是杨宣宝买通了其他人 在合伙算计呢呀 我也是后知后觉才发现的 也许是你总赢皇上的棋 他才不高兴 想治你罪呀 倾尽全力对待每一局棋 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你 你还要不得了 皇上才不会这么想呢 皇上才不会这么想呢 你又让皇上不高兴了 这都不知道 你太大意了 我背负上我左臂的无名 受千夫所致 我一刻 也忍受不下去了 是 黑白熟能一玄门 千惠方圆胜四河 空门说得横杀劫 营销众年求一针 一到白光之后 我的意识就穿越了